现在,越来越多的全球关注集中在,由于中国民间科技机构与军方的精巧融合,使其网络攻击力对外国目标的有效性不断提高,而这种融合模式正是民主国家难以复制的。 自从2014年习近平主席阐述中国发展为网络大国的雄心以来,据报道,北京已投入数十亿美元努力实现这一愿景。 这一愿景的实现伴随着大规模投资、安全机构内部和跨机构的组织完善,以及相关法律框架的建立,以增强中国的网络攻防能力。 然而,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是,中国民间黑客社区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们与国家努力并肩作战,相辅相成。 据信,中国主要的民间黑客团队及其研究现已将目光转向西方产品和系统,通过参与知名黑客竞赛和漏洞悬赏计划来审视他们。 据称,这些团队隶属于与政府机构在广泛的网络活动领域开展合作的公司,包括为其提供大量漏洞以服务于进攻目的。 中国越来越多利用这些公司来发现自身计算机网络中的漏洞,然后利用这些知识针对国外国家和产业进行攻击。 上月,美国和英国官员公开警告来自中国的网络威胁不断增加。 白宫网络安全主管表示,北京有能力在网络空间制造混乱,而英国间谍机构负责人则警告称这是一个开创新纪元的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4月份,美国官员曾指控中国黑客发起一场名为Volta Phone的大规模网络间谍活动, 入侵数十家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组织,利用由大量被入侵的个人电脑和服务器组成的庞大全球网络。 联邦调查局局长Christopher Ray视之为中国遏制美国捍卫台湾的更广泛意图。 苏黎市联邦理工学院安全研究中心风险与复原力团队的网络防御项目高级研究员尤金尼奥, 贝宁卡萨的一项重要研究凸显了中国如何加强其网络攻击力。 他最近的一篇论文题为《从拉斯维加斯到成都》黑客竞赛, 漏洞悬赏与中国的网络进攻生态系统揭示了中国如何建立了一个精密系统, 让攻击者可以获取未经授权的访问权限、穿透网络、窃取数据或渗透系统。 以下几段概括了这项研究的一些重要发现, 中国黑客的评估标准是基于他们在国内外黑客竞赛中的表现, 例如苹果、谷歌安卓和微软的漏洞悬赏计划。 这些竞赛激励参与者分析最新类型的安全威胁, 评估他们并练习修复此类问题。 中国黑客可以大致分为两个不同群体。 在享有声誉的比赛中获胜或参赛的著名中国研究人员通常隶属于一级技术支持单位, 这些单位是与中国最高情报机构国家安全部,MSS,有关联的中国公司。 这些研究人员通过国际黑客竞赛和漏洞悬赏计划提供的激励, 在漫长的时间里不断磨砺技能, 而西方产品和系统往往是他们最青睐的目标。 但他们并非直接参与中国的国家资助网络行动, 与国家相关联的是他们所在的公司。 第二群体包括非公开的,受政府合同约束的黑客。 这些人员未参与过黑客竞赛,通常也不为漏洞悬赏计划做出贡献。 中国的黑客租赁生态系统基本运作如下, 合同黑客执行网络行动, 而精英研究人员则专注于漏洞研究和网络安全初创公司的创建。 这有助于合同黑客满足临时任务需求, 同时在中长期内维持中国更广泛的网络进攻生态系统。 这种设置使杰出或精英研究人员避免了由于为直接参与恶异国家资助活动而承担的专业或生育风险。 这种设置也被认为反映了中国的军民融合,MCF,计划。 军民融合计划旨在释放商业和国防领域进步之间的协同效应, 利用民间人才来增强和支持中国军队。 中国网络安全生态系统得以壮大, 还得益于国内网络进攻领域不断扩大的职业和教育机会。 根据中国网络安全产业联盟2023的统计数据, 网络安全行业未来几年有望保持持续增长, 到2025年预计市场规模将超过110亿美元。 中国的网络安全教育也日益受到重视, 截至2023年3月,国内有200多所高校开设了网络安全或信息安全专业。 黑客竞赛已成为网络安全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2010年代初期以来, 来自少数中国大学和公司的团队在最具挑战性和声誉的国际黑客大赛中脱颖而出, 成为领先的竞争者, 包括著名的拉斯维加斯黑客年会Defcon CTF和温哥华网络安全大会PWN2O。 在Defcon,一支名为蓝莲花的中国队首次在2013年打入决赛。 从那时到2023年, 每年都有1到4支中国队打入决赛,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重要对手。 同样,在PWN2O比赛中, 中国参赛者的奖金所占比例从2014年的13%增加到2019年的79%, 中国黑客还是苹果、谷歌、安卓和微软漏洞悬赏计划的主要贡献者。 2017年至2023年间, 中国单独贡献了这些计划提交的所有漏洞的27%, 而世界其他地区占59%。 中国个人研究人员和团队在这些计划的最佳研究人员和团队排名中屡获殊荣, 无论是漏洞的质量还是数量, 他们都常年位居前列。 这些成就导致了中国自己世界级黑客竞赛的建立, 有影响力的网络安全初创公司的孵化, 以及当今一些顶尖中国安全研究团队和实验室的发展和扩张。 为与中国的军民融合政策保持一致, 中国政府有系统地将上述与网络相关的民用资源用于战略目的, 包括大学和公司在内的各类实体 都与中国政府在网络活动的广泛领域开展合作。 在民间和学术领域, 合作对象可以是单个黑客或教授个人, 也可以是由学生和经验丰富的网络安全专业人士组成的整个团队。 换言之,贝宁卡萨称, 分隔中国军事和民用网络领域的界限已变得格外模糊, 或者彻底消失了。 中国的民间黑客正在日益武器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